有些鹿角角色越长大越好看的 那像我手上的这三个就是比较大的 那个Kechiku Kechiku是你看的比较像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看上去有点像皇冠 对不对 叶子 然后你就看有些地方呢 又看上去比较像雅猴 那其实Kechiku就是那个雅猴跟皇冠的杂交 这个是小盆的Kechiku 有一些纹路对不对 然后雅典是这个样子 你看这是长得更大的Kechiku 然后它的包子也包子囊 是不是就很像那个雅猴 雅猴的包子囊也是一个勺子 一个大勺子扣在这里 这个就是比非常大可能的Kechiku 叶子更大可以种在盆子里 你看像雅猴是那个single head 所以Kechiku它也是single head 你看 所以它是一盆一盆 你就可以把这个开得非常大 你看陆教掘分两种叶子 一个叫做营养叶 就是上面这个包的很圆的叶子 是不是 然后这种呢 从营养叶的雅典处 你看这个雅典也非常大 是不是很大的雅典 从这个雅典处就长出 这个是新的叶子要出来了 这个是新的 对不对 从雅典长出来的都是包子叶 包子叶就是产包子的地方 然后它也有像雅猴养的叶子是往上的 会翘起来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铲包子的 你看就是从那个包子叶 它分了几个叉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叉里面就有一个囊 是包子囊 然后它的包子就超级大 像个碗一样 是不是 很大很好看 是包子 然后你看这个也是 一个包子也分了几个叉 然后有一个 因为这个包子被取过了嘛 所以它这个包子囊就萎缩了 它这个还是比较嫩 这个你看 这个是 因为它这种包子囊 就把它拔掉就可以取掉了 很方便 对不对 有很多人会很害怕养很大的植物 从小苗苗开始养 然后一点一点才你长大